缅甸内战仍在激烈进行,而且种种迹象都显示,政府军面临的局势不太妙,在这一背景下,缅甸当局近日给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那就是全国有1300万人符合入伍资格,这是否意味着,缅甸政府军之后要放手一搏,见网是未了之来,这里是爱观历史,欢迎订阅,据报道。 缅军副总司令苏温近日亲自听取了关于征兵的报告,据悉,今年征的第一轮新兵已经开始正式训练,第二轮新兵也已经抵达了训练营,并完成了体检等前期准备工作,而这些训练营分布在缅甸的全国各地。 与此同时,缅甸的一名官方发言人给出了一个不太对劲的说法,那就是该国有大约1300万人符合征兵条件,不过他之后补充道,但以军方的能力,每年也只能培训5万名左右的新兵,在如今的背景下,缅方提到1300万人符合入伍资格这件事情,确实释放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缅甸的这番话可能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他们的潜在有生力量还多得势,可以和反政府武装耗得起,这也从侧面说明,缅甸军方现在还不想退步,缅甸的内战恐怕还要持续一段不短的时间。 事实上,在进入今年后,缅甸政府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举动,就是强化了征兵的举措,在今年初的时候,缅方确认实行强制征兵法,允许军队召集所有士林人员入伍服役两年,如果还有紧急情况,这一时间最多可能会被延长到五年,而近期的消息显示,缅甸政府还计划在10月份举行全国人口普查。 有分析认为,此举可能与新的选举有关,但考虑到缅甸政府军征兵的举措,这个人口普查也不排除是为其服务的,缅甸政府之所以在征兵上有这么大。 这么频繁的动作,与缅甸国内的战局有直接关系,去年10月份的缅北民族地方武装进攻是一个导火索,在那之后,缅甸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武装都开始对缅甸政府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虽然政府军有着更先进的武器, 但却依旧被打得节节败退。 最新消息显示,缅甸政府已经丢掉了全国多个地区的控制权,特别是一些与周边国家接壤的边境口岸,也已经被反政府武装控制。 要知道,对于缅甸当局来说,这些口岸不仅是经济上的重要动脉,更是外交上的关键资产,丢掉这些边境重镇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因此,在不久前,缅甸政府军集中优势兵力,强行夺回了与泰国接壤的边境重镇庙瓦底,然而,只夺回一个庙瓦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果缅甸军方想止住颓势,甚至发起反攻,就必须拿出比之前更强的力量。 而对于缅甸来说,如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征兵,毕竟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终归是需要人去执行的。 而且由于缅甸政府军之前节节败退,军队里投兵现象相当严重,尤其是在边境地区,有的部队被打败后,几百人一起越过边境,跑到邻国的情况并不稀奇。 更严重的是,逃兵现在不仅发生在军队基层,还发生在中层乃至高层,之前就有消息称,已经有缅甸军官带着家眷包机逃往泰国。 从目前来看,人员短缺的确是缅甸政府军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而应对措施除了征兵也没有其他的手段。 但考虑到缅甸国内现在的情况,自愿去给政府军当兵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这也就是为什么缅甸政府要用上强制征兵的手段。 另外,虽然缅甸政府军对外宣称正在对新兵进行训练,但对于训练水平如何,外界是不可能不质疑的,缅甸政府军现在维持战线都不容易,恐怕不会有太多的精力拿来操练新兵,新兵入伍后很可能只是接受简单的训练,发点武器就上战场了。 而这样的新兵投入战场,不用想也知道会是什么结果,缅甸军方说他们每年能培训五万名左右的新兵。 这个数字的可信度还是存疑,而且就算真有五万人是否能改变缅甸国内的战局,也依旧是一个未知数。 事实上,对于以上这些情况,缅甸政府军自己不可能不知道,但能明显看得出来,他们并不甘心就这么结束,还试图再搏一搏。 而且不只是增兵,缅甸政府军在行动上似乎也更加主动。 缅甸民族地方武装之一的德昂军就指责称,缅甸军方近日对他们发起了袭击,违反了中国斡旋所达成的停火协议。 由于缺乏更多信息,德昂军的这番指责是真是假不好说。 毕竟在舆论战上下功夫也是正常操作,但如果他们的指责却有歧视,那释放的信号就很有意思了。 总的来说,如今缅甸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确实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而其所带来的影响也不会只局限在缅甸境内。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时刻保持关注并做好充分的准备。 缅甸的内战硝烟依旧弥漫,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军目前所处的战局并不乐观。 在此背景下,缅甸当局近期发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声明,指出全国范围内有高达1300万人具备入伍的资格。 这是否预示着缅甸政府军即将全力以赴进行一场生死较量。 据报道,缅甸军队的副总司令苏温最近亲自听取了征兵工作的报告,今年首轮的新兵已经开始他们的训练之旅,而第二轮新兵也已抵达各个训练营,完成了体检等初步准备工作。 这些训练营遍布缅甸的各个角落,然而,缅甸官方的一位发言人给出的数据却有些令人咋舌。 他提到全国大约有1300万人满足征兵条件,但他随后澄清,考虑到军方的实际情况,每年只能培训大约5万名新兵。 在当前形势下,缅甸提及的1300万潜在入伍人数无疑是一个不寻常的信号,这或许意味着缅甸军方拥有庞大的后备力量,他们愿意与反政府武装进行长期的较量。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缅甸军方目前并无退缩之意,内战恐怕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事实上,进入今年后,缅甸政府在征兵方面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措施,年初始。 缅甸确认了强制征兵法,规定适令人员需服役两年,紧急情况下可能延长至五年。 而近期,缅甸政府还计划在今年十月份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有分析认为这可能与新选举有关,但考虑到当前的征兵举措,这一普查也可能与征兵工作紧密相关。 缅甸政府之所以在征兵上如此积极,与国内的战局紧密相连。 去年十月,缅北民族地方武装的进攻成为了一个转折点,此后,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武装对政府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尽管政府军拥有更为先进的武器。 但仍处于节节败退的状态,最新消息显示,缅甸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全国多个地区的控制权,特别是那些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口岸,也已被反政府武装所控制。 这些口岸对于缅甸政府来说,既是经济上的重要支柱,也是外交上的关键节点。 因此,不久前,缅甸政府军集中兵力,强行夺回了与泰国接壤的边境重镇庙瓦底。 然而,仅仅夺回一个庙瓦底,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战局,为了扭转颓势。 缅甸政府军显然需要更多的兵力,而目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大征兵的力度。 但考虑到缅甸国内的现状,自愿参军的人数可能并不多,因此缅甸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征兵的手段。 此外,虽然政府军声称正在对新兵进行训练,但外界对其训练水平表示质疑。 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军能否为新兵提供足够的训练时间和资源,都是未知数。 缅甸政府军每年声称能培训5万名新兵,但这个数字的可信度存疑。 即使真的有5万人加入军队,他们能否改变缅甸的战局也是一个未知数。 然而,从缅甸政府军的种种举动来看,他们显然并不愿意轻易放弃,还在努力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值得注意的是,缅甸政府军在行动上也似乎更加主动。 缅甸民族地方武装之一的德昂军就指责称,缅甸军方近日对他们发起了袭击,违反了由中国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 虽然这一指责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证实,但如果却有歧视,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